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親愛的現在平安 大家好 阿米生愛好 台湾是老家老家來 台灣是很多很穩的社會和組織和所在很好的美麗島 今天我們來思考 到底我們常常聽說台灣這個字 到底是可以活出哪一條路 到底台灣是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還是我們對台灣有什麼價值 還是有什麼付出的心 對小孩子夠大 還是到老年家 到了老前輩以後 是不是遊玩 遊玩還是台灣這個地方 那今天我是太兒主 高砂族的太兒主 我到底聊天 那有一點點可以聽一些 學家人說失焉 不需要回歸 失焉的 那我在 從苗栗後山 讀國小畢業以後 就到大湖 去跟平地人一起生活 三年的時間 實際上實在很困難 實現 因為我們在山上 亂跑都沒有關係 跑到城鎮亂跑 不可以了 有紅綠燈 耍定哪有紅綠燈 不過今天的老虎 台灣的老虎是流亡政權 要小心 非常高興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也談一談 到底台灣民政府 對台灣有什麼意義 然後讓對民政府有什麼回應 有什麼應打 對台灣民政府有什麼應打 其實最簡單就是 能夠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已經回應了台灣民政府 好 大家鼓勵自己 你能夠來到這個地方 你已經進入到台灣民政府的門口 還沒有進到裡面更廣闊 所以我會睡那四個小時 很愉快的地方 因為這昨天今天和明天 這三天學到的也不容易 不過讓你們聽到秘書長 對你們對大家法理的一些的論述 才重新改變對台灣的意義 那我兩年前就 為什麼會對台灣民政府有興趣 有一個牧師跟我說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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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電腦 開電腦 我這個電腦已經 當機一個多月了 小弟弟當機一個月 打不開電腦 說好消息 好消息 到底有什麼好消息 然後我就等著 然後到另外一個牧師的電腦開一開 咦 嚇一跳 我就看到裡面的論述 才發現真正的是非常豐富 而且是我們 特別是我們高沙族 走這個援運的 社會運動的 夢寐以求的一條道路 因為我們高沙族 無論行為頭對 在1988年 1989年 1992 1993年 都是黃河土地 還有黃河正民運動 還有爭生存 因為高沙族的生活 在山頂 還是來到北隊 都沒有開我 擔心 都是活在那種恐怖當中 所以我們幾個牧師就 去參與 甚至於 帶動高沙族的黃河土地運動 很多都是教會的傳道人牧師帶動 那我們教會有幾個不同的組織 牧師 長老 直士 還有弟兄姊妹 還有婦女團契 還有青少年團契 還有主日學小朋友團契 我們都有分這樣 這有人說奇怪 牧師是怎麼要插正地 那我們看到 因為高沙族的生活 或在這種恐懼 或在這個不安定 或在貧困當中的環境裡面 誰能夠了解高沙族的貧困 三四十年前 那時候台灣楚季最盛行的時候 十幾歲把女兒賣給平地人 賣給這些財團的 那我聽說一個小妹妹十二三歲 一個人就接二十個客人 我們想像不出來 因為我們不是親身體驗到 但是我的太太 在外坎秋 他是西羅人 平地人 那他聽到這樣的消息 他就到另外一個部落 直接跟爸爸媽媽講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時候 好像我很老了 但是我還是年輕了 那時候我太太就跟那個家人說 只要你繼續賣你的女兒 我馬上控告你 把你關的 因為那時候一個女兒賣六十萬 你看在那種情況 那有的是連 以前特別是中國難民 所謂的外省人 在四五十年前 進到山上的時候 一般古莎族的觀念就是 那些外省人很有錢 很有錢 所以把女兒也嫁給他 十五歲 十六歲 嫁給六七十歲的 要怎麼生我 所以為什麼造成這樣的地步 唯一就是這個執政者 無能 那時候我們牧師真的想要氣 也氣不過他 所以我們就親自走在前面 看見自己的同胞的痛苦 老百姓 誰能夠了解 當然我們 河羅蘭 河江銀 也恐慌 也是一樣 活在鄉下也是非常苦 但是在那種情況之下 這個執政者剝削人權 剝削人民 那連我們的土地 那時候都沒有所有權壯 所以一直到現在還是有保留地 你知道什麼是保留地嗎 保留地不是 不是人家人家自己的偷對 不是人家有擁有的偷對 不是你擁有的土地 所以整個這樣的生活圈 我們做牧師談論 基督教是幫助生命 能夠得到更豐盛 但是這個生命有靈魂體 靈是我們每個人都有靈 動物沒有靈魂 那靈魂 靈魂是我們的知識 一般的知識 一般的知識 那體就是現在身體 體魄強壯 那靈魂體要關心 但是大部分的牧師還是教會 都是主張 只有禮拜零 生命而已 但是我們年輕人一代 讀了台灣 讀了神學院 神學院甚至於出國生造 到別的國家去研究神學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信用不是只有生命而已 應該隆重警惕 全人格的發展 所以才發現我們那時候 有人教會還是部落的人 代表是鄉民代表 船町 村長 鄉長 縣長 甚至公教人員 奇怪 牧師沒有在教會 是怎麼跑跑走 是怎麼跑到黃沃土地 甚至社會運動 這個牧師沒有真正的關注自己教會的工作 但是我們年輕的牧師完全改觀 應該整個人生命的拯救不是夠人而定 不是只有個人而已 是應該整個部落的得到祝福 社會得到祝福 甚至於整個的政府得到祝福 問題是誰在掌握 所以想到這一點 就拋棄了很多不同的角色 然後去全面看看到底 台灣是甚麼地方 回想到台灣這個名稱是用不磨滅的名稱 因為它是我母親 我生活在這裡 養育 它養育我長大 然而曾經核實外來的統治 曾經核實說 四百年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對台灣有統治 只有日本 所以四百年只有日本可以整理台灣整個狀況 甚至於進入到更茁壯的地方 所以想到這裡 那外來的統治 那外來的統治呢 剝削 踐踏 破壞 甚至於瀰漫自己的病痛 瀰漫自己的最壞的人格 進入到台灣 難怪畢俗定說 難道台灣 救不了了嗎 所以昨天聽到他這一句話 我自己心裡也很深的感受 好 上去一下 好 上去一下 再上去 這個 電腦也是這樣 也是不夠完全 沒關係 奇怪 好 沒關係 讓電腦手機慢慢調整 那 畢俗定長這樣說 我想他一定很深的嘆氣 擔心 但是看到台灣 至少有五種不同的人 人型 或是一種不同的類型 那第一個是 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好 那 這個台灣人呢 有的是說 他說 他是 我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一下 再上去 好 好 這個是往下那裡 這個是往下那裡 然後 所以都不關心 我只要過我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那第二個是 我是台灣人 我的政府是中華民國 他是 就像我的父母親一樣 他養育我 然後讀到大學 又給我 學費 出國留學 特別是公告人員 那 怎麼可以干涉我們的政府呢 政府的好好的 我也是奔土台灣人 那 第三是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那我們祖先是因為從 我這邊掛虎是 因為一般人講的 中國大陸 世界上就是中國 沒有那個大陸 大陸 巴西南美洲 也是大陸 那北美洲 也是那裡大的地方 也是大陸 所以這個都是 反正 秘書長所講的 中國人就是喜歡玩文字遊戲 那 有的說 其實我們可以靠大中國 來抗拒任何國家 那中國將來必定超過美國 你看 經濟也比美國強 這個都是 一直聽這樣的消息 那世界上是不是這樣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無論是 無論是 岳父母 或親友 都是 所謂的外省人 為什麼要分裂族群呢 第四中是 我是台灣人 台灣是主管獨立的國家 我們就靠民主選舉來引回政權 不必靠中國 那台灣本來不屬於中國 那有一天 人民站起來的時候 就會 勝利了 引回自己 然後就 一定會 告訴我們說 要靠孫子 以前 我也參與孫子 為民進黨的 這幾個大老 我們幾個牧師 幾個教會 也是幫人孫子 台灣人團結好不好 好 好 啪啦啪啦啪啦 然後就這樣 哇 真感動 然後 我們選民進黨 來趴兜 中華民國 還是國民黨 好不好 好 哇 好像真的是 滿感動 那時候 但是 這些五種人民的 幾乎都是 用感情 那真正 進入到 立法委員呢 民進黨 大選 立法委員呢 國民黨 大選 立法委員呢 都是在協調 在協調 然後你的案 我來支持你 我的案 你來支持 那 真的 碰到自己的 黨 碰到痛恥的時候 那時候 就不分朋友了 那是 真正是對敵 真的是像敵人一樣 然後 不是朱高正 爬那個 爬到桌上 把麥可 拉來拉去嗎 這些都來 不過 我們這樣看 因為 你只有在感情 感覺 而且在中華民國的體制裡面 在框框裡面 難怪 昨天 秘書長也 也不是只有昨天 還有幾次 蒼蠅 飛來飛去 以為是 我已經自由了 碰 碰到玻璃 結果還是快來發現 一碰 又碰到玻璃 嚇到 方形了 他還是飛來飛去 他不知道一條真正的路 所以 在這種情況之下 找不到真正的路 不過我想 應該有第六種 除非你不參與 台灣民政府 我們第六種的 當然有很多種 你可以形容多 但是 起碼 我發現的 我們參與了民政府 台灣人民要走的一條活路 因為有國際法 戰爭法 舊金商和平條約 來幫助我們奔透台灣人的生命 真正找到一條活路 是一條活路 那台灣民政府給我們法源的重要性呢 讓我們看見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個是 我們必須要 再唸 昨天晚上我們不是有唸 我們再唸一次 讓台灣北 嘿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再次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好 那怎麼樣的正常化 當然就大家都參與 才有 看見它的正常化的意義 然後看看 這個ROC啊 中華民國流亡政權 到底有什麼不同 它過去的理念呢 我們來篩一篩 理清理清 好像法院都是他們開的 只要跟你不一樣的人 不一樣的 破性 破性 那跟你同路的人 那就更 你就得到祝福 這些都是 因為我們看見 整個 無論在他們的法院條例 遭令細改 然後會轉彎 不過這三天的學習 是因為你們真正 不管是朋友介紹你們的 還是你們在網路看見的 還是你自己體驗到的 有看見台灣民政府 給我們更大的意義 那今天很多人都會說 恭喜 因為找到 真好的祝福 真好的禮明 就是看到 淋在台灣民政府裡面 看到真好的福氣 就像基督教的聖經 講這麼一句話 上帝啊 你已經向你的地施恩 求你使我們 得見你的慈愛 又將你的救恩賜給我們 因為他必應許賜平安給他的百姓 他的聖民 不可再轉向愚昧 慈愛跟誠實彼此相遇 公義和和平彼此相親 從地而生 公義 就實現在地上 這是一個 基督教的聖經裡面 非常豐富的一個神學的意義 那我們看看 來到我們 美國軍政府裡面的台灣民政府 那大家都知道 是什麼樣的組織 Civil Government 這一次 我也參加 美國 碰到華盛頓華福事件 那 因為我尊重 兩個代言人 代表 前任總理 跟前任副主席 那 當他們 談到 不必談日本了 因為美國人 很討厭日本 所以把日本國企拿掉 我就愣住了 奇怪 為什麼要拿掉 但是我還沒有那麼敏感度 不過就產生很大的疑問 那說 因為我們 美國這一方 它已經幫助我們 然後看到你們 從一路來到華盛頓 做得很好 特別是台灣同鄉會的時候 大家都講幾句 非常感觸 而且 感謝的話 那些的場面 我們的副主席說 因為你們做得非常好 所以白宮台灣小組呢 一直幫助我們 所以因為他們就說 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是因為在戰爭法裡面 所以比較 比較 比較 退後一點 那台灣政府是 前進 所以主動性 然後又可以超越台灣民政府 欸 好像在台灣民俗長所講的 不是這樣 不會是這樣啊 我就不對勁了 所以我們那一天 今天二十二二十三號晚上 在Hotel 討論的時候 我直接問 副主席 我說 請問副主席 你們認為說 美國白宮的台灣小組 支持我們的 到底支持到什麼程度 請問副主席 那個美國對我們的支持到什麼程度 請問副主席 這個都很好 我又再問 那你這樣的論述 跟我們秘書長的論述 好像不同 那有沒有跟秘書長 林秘書長做一些溝通 都已經溝通好了 這樣 所以當然我們就 沒有沒有在意 不過在二十四二十號 就越來越不對勁 甚至有幾個就攻擊 秘書長夫人 那我就注意到 因為我跟秘書長夫人 用英文來對話的時候 因為有幾個讓 當然他們可能也聽得懂 不過我們這樣對話的時候 他給我一句話說 Yahoo 我們可能有生命危險 我嚇一跳 來到這個地方 哪有生命危險 原來已經不同調了 所以我就注意到 我雖然這樣穿梭 走來走去 但是我一直注意 我個人自己注意到 秘書長夫人的生命安全 所以我隨時都注意到 因為秘書長 我雖然秘書長沒有到美國 我看見秘書長夫人 這樣的非常堅持 而且很穩定的那種的 態度來面對 甚至有人侮辱她 我當然是打抱不平 但是我沒有應聲 我只是注意秘書長夫人的安全 所以就從這個地方看見 就原來不同 所以當我們 二十六二十七 要到 我是美東的 要到一個教會 有一個 要準備年輕的傳道士 準備封墓 要成為牧師的 之前的一條道路 那我們就做一部 第一台的計程車 然後在計程車裡面 他們告訴我說 我們要趕緊回台灣 因為這是我們最好的一條 抗議的 我說要不要跟著 我說當然要 就跟著回來 所以我們四個人 就提早回來 那這種情況之下 才發現說 什麼是法 什麼是感情 在萬國公法 還有舊金山和平條約 4月28號 1952年4月28號 舊金山和平條約 生效以後 寫得非常清楚 那雖然是 日本天皇被懸置 但是 最主要是 美國還是 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所以我們無論去美國 或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仍然還是 被美國佔領 一直到現在 那有的人說 看不到阿兵哥 沒看到那個軍艦 軍艦 我們 你又不是常常去當兵的 你又不是常常去海軍去看的 當然看不到 那在 內湖那邊已經快做完了 將近七甲多的 整個 東南亞是美軍基地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地方 比任何地方還要大 而且非常穩定 我們在 新竹縣 五峰鄉太兒祖 我們當中有一個 一個長老 也在那邊做 守衛 而且是看到說 怎麼都是美國人 也坐在我們當中 然後看到說的確這個 五峰鄉的這個熱山基地 是非常大 是反飛彈 反飛彈雷達基地 所以這個整個 無論是 中華民國的飛機 或是中國的飛機 上上下下 他們看得一清二楚 因為他們做事 有條有理 那不像 中華民國都是用感情的 那我們看日本在 這個都是用日本字 5月8號 那 在1895年 我們也知道 原來高砂祖那麼厲害 日本進攻中國才不過幾天 進攻我們高砂祖 我們又沒有什麼高射炮 我們的祖先沒有什麼 都是打刺腳 連我爸爸80多歲 還是打刺腳 到現在 所以到山上都是打刺腳 所以有時候那個 刺啊 自己彎了 碰到我腳腳底自己 拍手 我想不是只有我爸爸 我們在座的爸爸媽媽 阿公也是一樣 還有我們 虎老人也是一樣 漢人也窮窮 有的打刺腳 就是連那個蟲都會怕掉 好 這些都是因為要抗拒 別人要統治自己的地方 不過我們看到 我們台灣民政府是以法理來論述 民主黨從2006年10月26日 控告美國一直到現在 就可以看到 這一條是我們今天要走的一路 那有一句話說 在卑微的人不是指卑鄙手段 是謙卑學血 然後又 實踐真正公益的人 這個才是我們今天需要的 無論將來在座的 要成為長官的 或是以後將來做 做為你自己的組織 或是幫助你當地的地方 我們這個公益誠實 還有我們的慈愛 要彼此實踐在我們的生活上 甚至於在你的組織裡面 在你的政府部門裡面 將來會在 無論在部落或是在社會當中 都實踐把真正的法理 然後適時誠心來對待所有台灣人 這樣台灣才是真正一條 更康壯的一條大道 那今天我一直問 常常跟那個秘書長 有幾次睡在一起的時候 說秘書長真的是在背台灣的十字架 叫秘書長說 耶 雅夫不是喔 耶穌在背十字架 我比不上耶穌這樣 滿謙卑的一位秘書長 但是實際上看到他過去 你們有沒有看到他要了解秘書長 多看中國出討那一本書 我看一遍就給我更大的感動 他原來是有心是幫助中國人 讓中國人能夠像台灣一樣 那麼自由 然後那麼聰明 他有心 雖然是以 當然有一些是賺錢的 但是他真正 秘書長真正的目的是 幫助中國人成為活出自由的人 所以他就開辦學校 那在四川省 在八十八個縣裡面的 國中高中 最好的成績都 召聚在他的學校 秘書長的辦所辦的學校裡面 所以他們辦以後 秘書長辦以後 他們每次考年考大學 他們嚇一跳那些共幹啊 那些共產黨說 咦 這個學校到底是誰啊 怎麼一下子有好幾個人 十幾個人考上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交通大學 奇怪怎麼台灣也有 交通大學還有清華大學 那時候都不知道怎麼還有 原來就是因為兩個中國人 就在這邊沒來沒去 連大學也沒來 然後大學生也來到台灣 然後還要給他一個月 付多少 一個月多少你知道嗎 一中國的學生來台灣讀書 三萬多耶 他們能夠有得到這樣獎學金 而且能夠來到這邊讀的中國學生 很難受貧困的人來到這邊讀書 一定是共幹的子弟們 才有資格來到台灣讀書 那些貧窮 那些貧窮像我們 高殺主在最裡面的 聽說最裡面的 真的也是蠻貧困的 有一個牧師的太太 很好心 那是幾年前的事情 我們這樣聽到一些故事 那這個牧師的太太就到 一個省 中國的一個省 然後也幫助那邊的中國人的一些的病痛了 結果 他發現他坐計程車的時候 那坐計程車 就不知道 人了 他一起來的時候 怎麼肚子痛痛 原來被刮 被 不是剖腹生產 就是反正他們知道 人裡面的生殖器官 或是各種的五臟 都會很值錢 所以他說 痛得要命 你看 而且 縫的不是很好 不是蠻細膩的 那麼大的 很像那個釘書針一樣這樣釘 嚇一跳 所以這個 這個牧師的太太馬上就回國 再重新治療 你看中國人就這樣 那中國人還是一直在欺負別人 那甚至欺負我們台灣 真的 然後 然後 那今天 誰 誰在阻擋 我們本土台灣人的活路 我們看看 阿扁啊 他到 訪問美國的時候 你看看 為什麼美國 要送他一個美國的國旗 你知道什麼意義嗎 蛤 美國要阿扁清楚 台灣仍然是 這個人弄錯了 台灣仍然是美國的軍事佔領中 你們知道那個關稅 獨立關稅領域區嗎 那關稅領域區的意思是說 你要關稅 因為本來是國一國嘛 但是只要這個名稱 獨立關稅領域區 這個都是被佔領的 一個政府才寫這一句話 所以台灣仍然還是被佔領中 他們以為說 因為很多人說 他有美國台灣關係法 好像都在幫助我們台灣人 實際上秘書長講得很清楚 是幫助中華民國的中國人 因為美台關係 這個台灣關係法是用 The people on Taiwan 那住在台灣的所有的人 也就是說 那住在台灣所有的中國人 只有幫助一些中華民國 而且雖然你以為是台灣人 但是身份證還是中華民國國民 所以嚴格說來 從法院來看 法理來看的話 如果沒有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你由緣是中國人 所以為什麼我們民政府一直鼓勵 我們要換身份證的 意義就在這個地方 把中華民國國民跟真正的台灣 本土台灣人 隔開 理清 弄清楚 因為將來 執政的時候就要看身份證 我們這一次去美國 我們進入到海關的時候 我就拿我們台灣政府的ID 那這個身份證一進去 它也沒有什麼阻礙 但是還是要passport 因為海關要蓋印 所以中華民國的這個護照 還是給它蓋起來 但是我們進入到國會殿堂的時候 還要入關 那我們就拿這個ID 然後我也 我們七個人進入到國務院 我其中之一 我們只有拿台灣政府 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所發的這個台灣政府 身份證ID 他就看我們也進去 所以有好 所以我可以做更大的簽證 有好嗎 有好嗎 所以 但願請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 鼓勵你的親朋好友 能夠來爭取這個身份證的申請 好 這些 我們看看 中華民國認為說 台灣就是我的 所以他把所有的 無論是教育 土地 整個的生活圈 全部都改為中華民國 那時候日本人蠻可憐的 據說 日本人 回國的時候 回到自己的日本的時候 那麼有錢都被 國民黨沒收 他們的財產都被 國民黨沒收 只有給你一千塊而已 所以回家 只有一千塊而已 你看有錢的人 一千塊 那你有錢 不管怎麼樣 你只有拿一千塊回日本 所以大家哭哭啼啼 我說啊 很殘忍 那個場面 因為沒有照相 所以我們看不出來 不過 假如想回顧那時候的場面 一定是很心痛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本來 佔領者 在戰爭法的規定 佔領者不能移轉 當地的主權 就是不能移轉主權 那流亡政府 這個流亡政權呢 也不能就地合法 那他把當作這個是自己的土地了 所以好像說我就是合法 那實際上是不是合法 有合法嗎 沒有啊 這些所以要我們大家來揭發 來結束中華民國政權 就是要看大家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看見要向美國出來解決 我們國際地位的正常化 你不要去控告中華民國 因為它不存在嘛 你控告它也是一樣 像我們高砂族 任何的問題控告它 還是脫脫好幾年 也沒有什麼解決啊 也沒有被解決啊 也是一樣 因為中華民國就是這樣 它是不合法 它怎麼會把你自己真正的事情解決掉 而且它也沒有全力解決啊 它只是給你呼嚴呼嚨通通的 那但是我們真正的唯一的合法 就是要控告美國 誰替代我們控告美國 誰替我們控告美國 下郎 林志森博士 我們的秘書長 哇他真的是大條耶 事情大條耶 你全世界你敢不敢去控告美國 有什麼國家有控告美國嗎 有嗎 都沒有聽過啊 除非你在別的國家有聽過 但是你真正要控告美國 哇我看我們的秘書長 真的頭滿大耶 真的厲害的人物 我們來拍手 他雖然不在我們場 我們拍手鼓勵他 哇真的很大條耶 真的大大耶 他就是因為他親身體驗到在中國 那一段十年十一年的時間 最後他逃跑 他逃跑 有時候 專任來租計程車 一個縣到一個縣 而且不敢坐高鐵或是火車 因為怕被抓到 然後最後到廈門的時候 那廈門那些要專門 專門負責那個偷渡課 蛤 你是台灣人啊 你是台灣人 還要偷渡到台灣 哇我頭一次聽到 我第一次聽到這樣 結果我們秘書長也不放心了 會不會安全啊 啊包在我身上安全 我前幾天也載三個小姐載到台灣 也是安全啊 你看 所以都沒有關係 所以那時候秘書長 他也靠信心就做了 那做到快到金門的時候 到底是不是金門 因為差不多十點十一點的晚上 看不見 然後他就下船的時候 還下到膝蓋 水深還下到膝蓋 不是岸邊耶 他還穿皮鞋呢小弟弟 我們的秘書長還穿皮鞋 然後 噗 水跑到膝蓋耶 哇 那麼好的皮鞋就 那些年糟 那些年糟 髒得要命 但是他忍耐了 他走走走走走到一個多鐘頭 然後最後 因為那個泥巴嘛 一抬起來 弟弟 那個抬起來的時候 皮鞋會不會跟著 會跟著 不會 好厲害耶 好我們為小弟弟拍手 一抬皮鞋 脫掉了 然後右腳 一抬皮鞋也脫掉了 最後打刺腳了 打刺腳裡面走 秘書長走一個多鐘頭 都是貝殼耶 這邊刺傷 哎呦疼疼疼疼也是要討論 為了台灣 你看他就一直走 然後 過後秘書長也做見證說 過後 不管是前幾天還是過幾天 有一個偷渡客 碰到地雷 砰 喜悄悄了 但是我們的秘書長 你看 上帝幫助他 上天幫助他 走得安全 周圍都是地雷耶 地雷你知道嗎 不錯 這個真的生命危險耶 但是他 憑著信心 我愛 到台灣 我就是台灣人 哇 秘書長這樣給我更大的信心 本來都是說 我也是中國人 但是看到秘書長這樣 非常親身體驗到 很大膽確定 我就是台灣人 所以很多受他的感動 確定 我們都是奔透台灣人 所以他就回到 到了金門以後 他說 一個多鐘頭因為很累 剛好一個柱幹在那邊 碰 他的屁股就碰到那邊 用手帕呢 墊在他的屁股 很痛嘛 然後他就想說 他就向上天祷告說 上天啊 假若 我死在這個地方 真的不甘心 我付出的那麼多 我真的不甘心 但是 因為為了台灣 我說上天 他自己做的祷告說 上天 就等於說上帝啊 你給我活著 活著回到台灣 我把下半輩子 完全自願義工奉獻給台灣 奉獻到台灣 我們鼓勵一下秘書長 他整個的人生 就是奉獻給台灣 所以很多人 就是因為受他的感動 所以他這樣看 祷告以後 咦就有聲音出來了 看到人那麼多一來 他以為是共產黨 馬上舉手投降 秘書長投降 然後呢說 聽到是台灣人金門的聲音 不是中國人的聲音 哇 他心得非常的安心 說原來已經到了金門 所以 秘書長就問警察 他們說 你們怎麼看到我 因為很暗啊 看不到啊 你看 市周圍都是海啊 看不到啊 然後 他們那幾個人一群說 因為我們看到你 你上面 頭上有閃爍的心 在那邊閃爍 在等待你的機會 榮耀在秘書長的頭上 就好像一個冠冕 哇 他們看到這樣的閃爍的星星 在那邊亮著 星星 然後就那一群人就 才找到秘書長 所以才回到台灣 所以這樣看到他這樣的見證 真的是 把生命完全付出 好 所以他就研究了 因為李登輝還有幾個他的 很好的朋友說 你不是學習戰爭法嗎 你學戰爭法 應該可以找出我們台灣的一條路啊 台灣都走不出去啊 就好像蒼蠅一樣 碰到玻璃 碰回來 飛到玻璃 碰 也飛不出去 後來 對秘書長說 你學戰爭法 應該有一條活路 所以就開始 然後李登輝 他也告訴秘書長說 那我介紹一個 專門研究 美國憲法的 人權憲法的 還有整個國際法的 叫做何瑞元 這是我們的顧問 所以他們那時候 2004、2005年就開始研究 今天所寫的 新台灣論這一本書 所以他們這樣就走出這樣 那麼豐富 都寫在新台灣論這一本書 真的是找出我們台灣的活路 所以 結論 就是要控告美國 只有唯一控告美國 因為美國雖然是 他既然是人權的國家 他把 中華民國 不是 他把 蔣介石這個集團 來委託他 代理管理 代理美國 暫時管理台灣 那暫時管理台灣 那可能是 不曉得有什麼樣的意義 不過 他把這個樣的 次要的佔領給 蔣介石集團 那但是這個 蔣介石把他當作說 啊我找到很豐富的禮物 所以把所有的整個的法 都調整到他自己的 中華民國的條例 所以中華民國 國民黨很聰明 中華民國有沒有講 中華民國的憲法 有沒有寫一字台灣這個字句 都沒有 秘書長說都沒有 中華民國的憲法 也沒有提到 台灣這個字 因為中華民國的憲法 也包括 中國 是整個中華民國的版圖 到底是 他還是真正的中國 合法的政府呢 還是對岸的 中國國民黨 中華人民共和 共產黨 來合法呢 實際上 他 蔣介石就是 專門 偷 專門搶的 這個組織 來到台灣 難怪台灣就變樣了 變質了 台灣就變質 是因為 這個流亡政府 來到台灣這個地方 所以 秘書長這樣討論 我們看看阿扁 他不是說第二任 第一任的時候 都贏了 第二任很 很危險 他不是說 秘書長昨天不是講 贏連戰 0.00228嗎 他說 雞皮疙瘩 我什麼228 怎麼碰到這樣的數字 那 他 阿扁 他第二任的時候 你們選上我 我一定會把台灣 進入到國際化 結果 到最後 他們問了 你第二任不是要把 改變這個國號嗎 我沒辦法就是沒辦法 沒辦法就是沒辦法 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不能改變啊 我不能做就是不能做啊 你沒辦法 沒辦法 那你要怎麼辦呢 結果我們發現 研究起來 原來 因為阿扁 他就任中華民國的所謂這個小總統的時候 他說什麼 我是中華民國第幾任總統 就是 就職 我要實現中華民國的憲法 我要效忠中華民國 而且我把 保護中華民國國民 他沒有講說台灣人民喔 聽到好好聽喔 中華民國國民 以上 以上 誓約 假若 違法 違反誓約者 一百零四條 在等阿扁 是什麼 小弟弟 那個一百零四條 那邊寫什麼 違反總統 從舊式的 對舊職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所謂的中華民國的總統 要判死刑 死路一條 當然 阿扁也說 我沒當走 就是沒當走 哈哈 才發現 原來 我們玩來尿氣 我們才知道說 他講說 沒當走 就是沒當走 原來死路在等他 被判死刑等他 所以他 會不會改國號呢 會不會改為台灣呢 我沒當走 就是沒當走 阿扁什麼講 我不能做就不能做 阿扁什麼講 我們聽一下阿扁 我不能做就是不能做 不是 因為聽得太精彩了 腦筋一直 轉不過來 反正我們聽不懂 有幾個阿扁在那邊 阿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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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扁啊 我不是阿扁那媽 哼 不能做就是不能做 約睫打花了 約捷 largely 请求侯罗威 北当者就是北当者 不必安吗 换你嘛 所以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都不知道 只有来到台湾民政府才听到 这样真实的事实 这样好不好 好不好 加油 所以 秘书长 何瑞源 他们就最后就结论 就控告美国 所以2006年10月24号 就228个人 就控告美国 人权 你美国 你没有把台湾当作人权 活在人权的地方 被糟蹋 生命危险 恐怖228事件发生 上一次不知道是哪一位 讲228事件的时候 全部被绑起来 每个人都绑起来 然后 那个手呢 他们的双手 也是绑起来 然后就 这个 他们的指头 就这样被刺 被刺 被刺 结果他们发现 这些尸体呢 一看 全部扶起来 都是被绑起来 都死在 不知道是基隆河 还是什么河 你看 惨劲 真的是残忍 有的妈妈 一直等到 有的孩子 等到爸爸 到现在 还不知道 爸爸在哪里 这是我们 228事件的 受苦 所以 这样的 没有人权 唯一 秘书长就 做一个 重大的抉择 也是生命 最大的抉择 也是台湾人 走出最好的一条 真正的火路 来控告美国 我们再次鼓励 我们的秘书长 真的非常有智慧的 我们的秘书长 让他再继续带领我们 也帮助我们 最后控告美国 让美国来解决问题 你看 现在最近的 无论是 任何的发生 都是要谈 希拉瑞 还有 几个 美国前国务卿 任何 无论是钓鱼台 台湾的事 都要遵照 国际法 来解决 要按照 国际法 来解决 不是要按照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No 不是按照 流亡政权 政府的 中华民国 No 不是 Yet Away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现在都看到说 很多人都说 我们来靠民主选举 好像选举都蛮不错 这样无论 我们的那个高沙族啊 我们特别是新竹桃源苗栗一带的高沙族打案啊 很喜欢选举的高沙族打案啊 很喜欢选举 因为选举呢 他说 原来一看 原来一看第二第三天 那个水沟都是猪猫 原来杀过猪了 所以高沙族很喜欢选举 因为有猪肉 有猪好杀 真的是 我们好像杀猪拔毛一样的 但是不只是 不是只有高沙族呢 我听到 让人 学校也窮 一样啊 只要在 被选举 被 最大的装脚 哇 他们捞得更大 所以 痛得 也算故 更好啊 所以 无论是 啊 我也是台湾人 我是奔透台湾人 来杀过 民主杀过 这样好不好 好啊 到最后杀过 也是国民党 所以这些 我们看看 假如参加 在中华民国流亡体制内的选举 你等于延续 中华民国的寿命 假如 我们本来就不参加 不配合嘛 让更多的人 不参与选举 因为你参与选举 就等于支持 中华民国 继继续存在 继继续打压台湾人 继续剥削高砂族的人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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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的高砂族的人 假如我不是牧师的话 要准处要准备枪了呢 就好像我去 我刚到大府的时候 初中啊 那是四十多年前 我从乡下到大府 我没有人呢 不要说什么话语啊 都不会讲中文呢 真的呢 我们讲中文 因为我们都是讲自己的语言 所以我到大府 读初中的时候 我坐在前面 左右 后面都是女同学 结果 我坐在里面的时候 我本来向右靠 那个右边的女同学 过去一点 结果我要向 他要我说过去 我向 靠我的右边过去的 我右边的女同学 讨厌 过去一点 这样走到去 我气掉他们 你们再讲下去 我就杀你们 哇 愣住了 哇 犯人出草了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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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那时候 我没有 没有说真的要杀 但是很气了 气到要死了 不过有那个机会 我才有机会到新竹读书 到台北读书 然后也出过国 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小小的经验 我想你们更好的经验更多 这些都是因为有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更清楚说原来被中华民国继续统治的 就是这样的糟蹋 所以参与选举就等于延续中华民国的政权的寿命 要听哦 注意听哦 那今天为什么会 我们十几年前 为了高沙主一直说争取原住民 我们一段时间很喜欢说我们就是原住民 因为以前都是说藩人 然后改为生藩手藩 然后再进一步改为山地人 然后再进一步山地三包 然后平地三包 然后你就平地四包 五包六包都来了 然后这样不是 这个不能 这不是我们的名字 然后我们就讨论说 可以取先住民哦 后来有一个说 先住民在中文来讲是已经 已经归信 我们还活着怎么还可以说先住民了 是不是 后来有一个说 原来住在这边的原住民 好像好听哦原住民 后来我们就 到了十几年以后 中华民国这个政权呢 它就通过了 因为我们都抗议游行嘛 通过说山地人改为原住民了 后来我们以为是最好 然后我们进到民政府的时候 不一样 要按照 在 因为在 1923年 日本天皇的太子 来到台湾 他看到 台湾 他们因为过去听到说 万人万人 犯人犯人 结果这位太子说 怎么可以称万人呢 万人就是野蛮人 生活都没有开化 未开化的人民野蛮人 这不行 所以就改为 那高沙河 高沙 高沙主 高沙这个字呢 就等于 荷兰人 他们经过台湾的时候 一看到 Formosa Beautiful Island 非常漂亮 美丽的岛 这样的尊称 来尊称我们高沙主 就是非常美的 而且歌舞 歌唱得好 舞 跳得好 盘查来 还有盘查来 都 没唱的话就不得了了 真的盘查来 你看 每一个族群都很会唱歌 当然你们当中也会唱歌 我知道了 但是高沙主的声音 不是不简单 都是很好听的 你们去山上看看 都是四部合唱 舞弄的八部合唱 所以那个不是奥运 他们不是偷取 这个 阿米斯的一个 什么 有一个老人家 他们唱的 哇 连奥运的歌 都是阿米斯的歌 在那边唱 蛮好听 所以 就是尊称的 所以 我们就发现说 高沙 因为中华民国 把它当作高沙 换一个字 高山 所以你们是高山人 所以我们一听到高沙 好像也是被歧视 因为我们习惯 山地人呀 山地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结果高山 就变成高山 高山人好像也是被歧视 所以高山跟高沙都差不多 因为中华民国都是差不多 这些人都是差不多 所以他们也把它当作高山 高沙也差不多 所以我们听起来也差不多 好像被歧视 所以我们本来 有的人不愿意接受高沙 后来秘书长解释以后 我们才发现 然后我也想到 我去过纽西兰 他们也没有听过说 Indian Maori tribe 他们也不会说 Indian原住民 毛利族 没有 毛利族就是毛利 那一听到毛利族 就是纽西兰的高沙族 原住民的 但是他们不会放原住民 他们不会这样 Indigenous 不会 他们不会这样 Aboriginal people 不会 就是毛利 tribe 毛利 people 在加拿大的六国 六个族群 他们也说六个国族 他们也不会说 Indian六个国族 不会 他们直接讲说六个国族 Unipic族 艾努族 埃斯基摩人 直接讲他们的名称 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 不错哦 高沙 本来就是高沙族 因为 不是现在有一个新住民吗 有没有 新住民 你也原住民 他是新住民 厚拜五十五十年 一百年之后 我们都是原住民 全部都是原住民 结果一后没有原住民 所以假如我们放高沙族的话 英文在地 就是存在高沙族 所以我们民政府就确定 不能创改 这个高沙族 在这个地方呢 所以今天 我们这些都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称呼 但是到了中华民国 这个都是把这些的事情改掉 然后我们看看中华民国的真面目 你看 流亡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 常常戴着文土并帽 并帽 他们把他当作台湾的帽子 台湾 是不是讲中华民国总统 跑到别的地方 会不会讲说中华民国总统 有没有 我是台湾总统吗 外面讲是台湾总统 那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都搞混 那一条也好 那一条也好 这一条也好 什么都好 都是用感情的 没有真正的法理来论述 所以称呼名称都乱了 那么多 他日本为什么说日本交流协会 因为不是国一国帮交嘛 所以说这个是交流协会 我们去美国的时候 他们用什么 AIT American America Institute in Taiwan AIT 就是说 实际上说 美国研究台湾的一个地方 也是做一个商业行为的 所以都用AIT 说美国交流协会 那是不是真的交流协会 真正的英文是America Institute in Taiwan Institute是研究 一个机构 你看中华民国把它改为交流协会 所以没有那个Mutual Conversation Mutual Communication 没有那个字 所以中华民国给你定什么称呼 你就是要听 没有别的 所以难怪 秘书长说 英文我们都要学习 因为将来我们的官方语言 也是有英文日文这个字 好 所以到了 误导台湾 我们良善的台湾人 说马政府就是台湾政府 马英就是台湾总统 这些的名称都是 你看特别是以为说在八八水災的时候美军登台来帮助台湾 媒体 新闻媒体说台美 实际上是台美吗 台湾美国有交流过 有邦交过吗 那为什么还要说台美断交 不是啦 不是啦 是中华民国与台湾断交 所以这个都是 都是吓唬我们台湾人 那无论是签订建交公报也好 上海公报也好 都是一样的 但是最重要还是说 因为美国军事政府 继续来占领我们台湾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份 那今天很多人说在国际社会 中华民国的手法就用欺骗国际社会 在外别的国家呢 两面手法 那在外面是外人看到说 好像是台湾的门面 实际上是打压台湾 所以本土台湾人应该要认清 中华民国这个假面具 好 我们刚刚说谈的二八受难者 这是在嘉一的二八纪念碑 所以在这个公报当中 关键性就是 他们以为说 我们看见 从1952年4月28日 就经常和平生效以后呢 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 曾经或敢做 敢违背 这个旧经商和平条约说 称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也没有任何国际签约国 包括台湾宗祖国日本 他们也没有那么大胆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只不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不是旧经商和平条约 旧经商和平条约有53国参加 那48个国家来做签约 那中华民国跟中共 中国呢都没有签约 因为那时候他们还在争论 说哪一个是合法 代表中国政府 所以他们两个都没有办法 进入到这个签约的 所以没有这种法律依据啊 有没有看到我们 在山上的 你只要在这个土地 开垦 种了20年 没有人生因 就变成你的土地了 有没有 北斗也是同样啊 那没人定期 你自己种了 三十年四十年都是你的 对啊 就是因为他们 这个法就是乱法 都是啊 这个是我的 你不能说啊 这个是我 祖先的土地 都是我的 这个不是啊 现在不是啊 现在 哦 那名 都是有土地 所有权壮的名字 不是吗 所以这些都是乱法 然后 所以我们更大的结论就是说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更不是台湾 那我们也知道了 10月25日 中国人的 占领的第一天 那 开了宣言 也没有谈到 真正的条例 那个都是memo啊 都是纪录部啊 怎么纪录部成为条约 不可能 好 刚刚 谈到关税 领域区 然后 布希也讲过说 台湾与中华民国 都不是国家 所以美国国务院 也不是国家 所以那时候 本来李登辉要 动审 不是 要废审 不是吗 结果只有动审 好 为什么会 不要费审 因为 原来 美国委托 蒋介石集团 来到台湾的时候 军事政府 应该要 成立 民政府 那这个民政府呢 蒋介石集团 很厉害 把它改为 行政 长官公署 这是第二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 这边 你看这个都是 台湾警备 司令 这个是惧怕的 专门抓人 就是抓人 这个地方 最先是台湾 行政 长官公署 这个原来是 成立民政府的前身 但是 蒋介石把改为 台湾行政 长官公署 后来改为 台湾省 省政府 所以李登辉 本来要 废省的时候 你一废省 你就等于 整个前面的民政府 这个都废掉以后 很危险 那可能成为 台湾变成 台湾 中华民国的土地了 所以这些 谁去阻挡的 美国在阻挡 李登辉 告诉他说 不能废省 可以动省 以后可以解掉 可以把它冻解掉 那可以把它解除掉 所以我们也看 从来没有选过 台湾总统 所以刚刚 然后在前面的 除了台湾行政 长官公署呢 原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到前身就是军事政府 一个是民政府 一个是军事政府 那军事政府 蒋介石集团 把它改为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所以把它换掉 所以很厉害 这个玩文字游戏 所以到最后就 今天我们看看 这个Chinese Taipei 都知道了 秘书长也讲过了 好 我们最后 只有几分钟呢 我来谈谈一下高砂族 虽然说 我们少数人参加高砂族 因为高砂族 因为那么多的 第几期当中 大部分高砂族说 亚夫啊 你可以反映一下讲师啊 都是说台湾话 虎漏话 我们坐在那边打瞌睡 听不懂 所以我今天就 大部分都是用中文的 所以不好意思 我虎漏话 还是没论定 讲的不会没论定 没论定 所以我只好用中文 最好的语言是 我自己的母语 比中文还要漂亮 我们 他们的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 我们十几年前就开始 做母语政策 谁推动的 就是我们几个牧师推动的 四分之三都是牧师 我们就告诉 那时候阿边时代 你没有把母语政策 实践在我们原住民高砂族 你就不配成为总统 所以我们就找了几个牧师 各族群的牧师 因为老前辈 讲自己的主语非常漂亮 很顺口 连虎罗人的牧师 连虎罗人的牧师也是同样 他们对八位字也很聪明 所以我到现在有白位字 我也可以写白位字 有八个音 你们知道吗 好多位有背音 我就会背的 七一二八 七一三四 第一音变第七音 七一二八 第二音变第一音 七一二八 所以第三音变第二音 厉害耶 我从三十多年前 一直背到现在 所以我看八位字 不困难 因为我们在深圈 都在读八位字 圣经八位字 所以同样的高砂族 我们强调文字的记录 因为以前我们没有文字 所以只有文字 才可以留存下去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 做了母语政策 然后就讨论 因为我参与了民政府 我就放弃 这个母语政策的认证 口识委员出题 我也是命题委员的 那我就交给其他年轻的 我们打案的 所以有几个年轻人 就继续做 我就参与民政府 那这些都是我们看到 因为不同的名称 造成我们原住民 高砂族的混乱 认同的问题 所以都不会说 人同认同 没有关系 反正都是一家人 结果你到 河洛维 到乡下的时候 都说台湾 没有关系 不想听 我说 糟糕不会听 没办法 还是要学 还是要学 不过将来我们高砂族的政策也是 也是同样的 你如果要到高砂族 做官位 你非得要 你到阿密斯的话 你一定要讲阿密斯 不然的话 你没有资格到阿密斯当官 好不好 阿密斯 我怎么都 都没有看到了 我们的阿密斯 所以 只要在那个族群 只要讲他们族群的语言 我们要继续贯彻推动 好 刚刚那个黄河土地的地方 有个非常可怜的 在1988年的时候 哇 那政报警察 那中华民国厉害 我们冲的时候 中华民国 我们就跟着冲冲冲 结果 前面第一排 谁站着 都是高砂族的政报警察 平地的政报警察 推到第二排 第一排都是高砂族的政报警察 我们冲 我们也不好意思 但是还是冲 结果有几个年轻人说 我的牧师站那边了 所以他们也跑掉了 这个中华民国厉害 所以有时候 以一致以 就是这样 以翻致翻 糟糕 所以阿密斯也在说 行我头腿 还我土地 好我高兴的要命 还我土地 有的人说还我土地 有的人说还我太太 这样 什么还有还我太太 原来太太被拐幼了 变成别人的小山了 好 这些都是非常残忍的一个面貌 但是我们台湾民政府 简单 很简单 民主长已经保证 传统领域 归给高砂族 然后高砂族自己管理自己 好不好 我们高砂族怎么没有反应 不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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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些都是会继续抗议 但是到了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 这个就不需要了 因为好好管理 把专业的 把民宿的好好做 然后真的非常安全的 做得更漂亮 然后做一个很好的规划 这是我们高砂族要继续 不过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平地的 有这样的专业 农业专业的 水果专业的 也告诉我们 因为毕竟你们的专业 比我们多 不过我们大家一起互动 因为我们都是台湾民政府 这样好吗 好 多谢 我们的时间快了 好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